新的一天 嗨大家好 我是立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 今天早上没有吃饱 先去花园里栽一点蔬菜水果 来做一个简单的早餐 先来栽一点这个生菜 这个生菜好嫩啊 好了生菜摘了一点了 再去摘点圣女果 这个圣女果真的已经很红很红了 我发现这里一个水果黄瓜已经很大了 看到了吗 这么大一根了 要把它给剪了 采收的还有点晚了 继续摘圣女果 好了 好了 摘了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去给他们洗一下 制作成美味的早餐 我准备了这个吐司 还有鸡蛋 再加上这些蔬菜水果 你猜我要做什么 先把这个鸡蛋煎了 煎蛋的过程 再把这个西红柿和这个水果黄瓜给它切片 这个鸡蛋可以给它翻一个面了 给它撒一点这个椒盐 可以了 拿两片这个吐司 把这个鸡蛋放中间 再把切好的这个黄瓜 剩余果 放在这个上面 再放点生菜 真的很好吃 为什么这样说 那个鸡蛋煎起来是很香的 再加上这个水果黄瓜和这个西红柿 小番茄充满了这个水分 加在一起真的很好吃 加在一起真的很好吃 做摄的鸡蛋煎 这里有两条可以吃 Теперь的一件事 和这个鸡蛋煎煎 happens 想到一件事 可以做一个的鸡蛋煎